德克萨斯州众议会近日通过House Bill 3提案 该案要求各级学校都需由至少一名能够携枪的警察 保全或警卫等武装人员维护学生安全 必要时也可以由合格教师携枪兼任维安工作 虽然共和党人认为该案已经构筑了校园安全机制 但民主党人觉得21岁以下都不得购买AR-15等半自动步枪才是解决之道 不过HB3的提案人周众议员拜罗斯则表示 该案的重点就在提高校园安全 这个目标可以从增加武装人员达成 他说草案也增加校方征询教职员携枪的意愿 因为就他亲自访谈所知 教师都很愿意保护学生 因此现在的HB3版本 各项可以让教师携枪或是另聘武装人员 此外HB3还要求每间教室都安装静音报警按钮 但经费比初估的3亿美元暴增至16亿美元